早前身陷与真子丹骂战的赵文卓也不影响其心系的开拍 一说起心系和孩子赵文卓笑得合不拢嘴 但面对真子丹谭兵将对部公堂一事 曾是当事人之一的他三肩其口一律不予置评 近日赵文卓老婆张丹露通过微博晒出一双儿女的照片 并称其实昨晚是陪爸爸剪头 紫阳非要老黑书给他弄个卷发 卷完后弟弟围着姐姐乱转 应该是觉得挺好看的吧 爸爸等了半个多小时才剪上头 心中略有不满并感叹女儿太臭美 紫阳美得屁颠屁颠的回家睡觉去了 照片中女儿紫阳身穿紫色连衣裙 长长的卷发披下来非常的漂亮 有意思的是 儿子赵子龙凑在姐姐面前一脸好奇并带欣赏的眼神 两个小家伙非常的搞笑和可爱 另一张女儿坐在理发镜前 在理发师的操作下显得很兴奋 随后赵文卓转发此微博并发出疑问 称臭美是遗传的谁 让人不禁联想夫妻两人的恩爱程度 以及对两个爱子的宠爱程度 温馨的家庭生活看来是赵文卓最幸福的港湾 也是其努力赚钱工作的最大动力 东星娱乐整理报道